许德仁会跟我说 文倩 你到底讲全球暖化要讲到何年何月何日 我说我会讲到我不能说话 讲到我死的那一天不做节目的那一天 为什么 因为那是文倩下一代的 最近发生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事件 它的乱流事件是全球暖化的一个结果 根据气候专家 尤其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形小组 IPCC 2024年5月就提出一个报告 地球正式进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时代 这个报告不到一个月 这个航空史上的重大警讯事件就出现了 它是一个我们当代的启示录 它出现的这个乱流呢 根据英国雷丁大学大气息的教授Paul Williams指出来 由于全球暖化造成的结果 整个高海拔地区还有很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的增加 都很可能会增加乱流的情形 到本世纪末会增加两倍以上 更严重的不只是乱流 它可能会使得飞行员失去对飞机的控制能力 甚至对飞机产生结构性的损害 即使它的名字叫新加坡航空公司 它的飞机安全做得非常的好 它的飞行员训练得很好 它也抵不过大自然的灾害 到目前为止仍然有20个乘客住在加护病房 你可能在乎可能不在乎全球暖化 你可能忽略了2024年5月 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小组报告 地球的升温已正式进入不适合人类居住的时代 就在这份联合国报告发布后不到一个月 一场空中乱流引发了全球关注 新加坡航空这家全球飞安幸运最卓著的公司 近25年首度发生致命事件 一架波音777编号SQ-321班机 满载211名乘客和18名机组员 于5月20号伦敦时间周一晚间10点半 从英国伦敦西斯洛机场起飞 欲前往终点站新加坡仗移机场 却在飞航10个多小时后 于东南亚风暴多巴区一落瓦底江盆地 不幸遭遇乱流 根据气候变迁专家的研究 乱流频发是全球暖化的危机之一 长期研究乱流的英国雷丁大学大气息教授 Paul Williams指出 由于大气中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加 高海拔地区和冬季最常发生的寝空乱流 到本世纪末可能增加两倍 全球最繁忙的空中交通航线 也就是横跨北大西洋的这条航道 自1979年至2020年间 严重乱流的持续时间 甚至比过去增加了55% 换言之 未来几年 我们搭飞机时 越来越可能遭遇不幸乱流的航班事故 即使飞行员尝试透过调整高度 努力避开乱流区 找到最平稳的飞行 不断变化的天气模式 仍会使乱流的频率和规模持续增加 2024年5月21日的新航事故 将是航空时尚的重大警钟 因为发生事故的原因不是机械故障 不是机组人员操作失误 而是航空气象上不可抗力 不可预测的突发乱流 新航这架班机的乘客 就好像搭上了空中的铁达尼号 当他们正愉快地吃着早餐 一场长途旅程即将结束 抵达目的地 飞机却突然从36,000英尺处 急剧下降 然后又猛烈抬身 持续约90秒 机上乘客形容 突遭强烈乱流的那一刻 舱内的人就好像从悬崖边掉下来 如果没有系好安全带 人会如同一个弹射体 瞬间从座位上直接向外撕散 这是为什么多数旅客 手臂骨折 脊椎受伤 甚至脑震荡 机舱内也看到天花板整片掉落 氧气面罩随之落下 一名73岁英国籍男子 疑似因心脏病发在机场过世 机长紧急改降泰国曼谷机场 纽约时报分析 位于印度半岛和东南亚 马来半岛间的孟加拉湾 每年到了雨季 都因乱流频发而恶名昭彰 卫星数据显示 星航事故发生时 当时一场风暴 正在逐渐形成发展 并涌向高海拔地区 这个地带的恶劣条件 也曾导致2009年 法国航空史上 最严重的一起空难 根据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2021年的一项研究 与乱流有关的意外事故 其实很常见 至少2009到2018年 乱流就占通报事故的三分之一以上 且多半造成一次或多次的严重伤害 2009到2022年 在美国注册的飞机上 也有163名乘客和机组员 因乱流严重受伤 这类不稳定的空气活动 多因发生的高度和空气速度 导致严重程度各不相同 最极端的情况下 飞行员甚至会失去 对飞机的控制能力 或者对飞机造成结构性损坏 天佑我们 半天正是乱流危险之处